乘客叫了网约车却不坐 司机苦等两个多小时后 决定不惯着他 重庆的谭师傅是一名资深网约车司机 从业已经五年了 什么样的乘客都遇到过 一般他都秉承着顾客之上的原则不予理会 但这次他真的被激怒了 说什么也要跟乘客死磕到底 就是不惯着他 谭师傅说 早上七点刚过 他就在平台接到一笔订单 从南平光电路到渝中区长滨路 总共二十分钟的车程 谭师傅到达上车点后 却迟迟没有看到乘客的声音 等了大概五六分钟以后 谭师傅给乘客打去电话 对方也不接 这时谭师傅心里就有底了 乘客大概率是打出租车走了 谭师傅非常生气 你不做也没关系 把订单取消了呀 即使不想取消那也得接电话说一声吧 这算怎么回事吗 谭师傅说 开网约车五年了 经常遇到这种没素质的顾客 因为各种原因爽约 但又不想付违约金 所以就逼司机自己取消 可次数多了谭师傅也有些不耐烦了 就是因为他的无限纵容 才导致乘客爽约的事 屡屡屡发生 这一次他说什么都不再惯着 一定要让对方长长记性 于是谭师傅也不取消订单 就这么等着 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后 对方仍不接电话 谭师傅一气之下找来记者曝光 记者给滴滴客服打去电话 工作人员表示 乘客在订单开始后的五分钟内取消的话 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如果超时了 普通快车的最高费用上限是六块钱 如果双方都不取消的话 那么就都不能在网上进行约车服务 司机没办法接乘客 乘客也没办法叫其他车 怎么说都是司机吃亏更大一些 但工作人员也说了 乘客也不是一点风险都没有 如果司机已经开始行程 即使顾客没有坐上车 那价钱也是照付的 最后谭先生面对镜头表示 他们网约车司机本身的时间成本就很高 就算是他们取消订单 也要等到五分钟以后 那么浪费的这个时间还有油钱 谁又来承担呢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相互理解一下 那么大家觉得谭师傅做得对不对呢 你们又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乘客呢 评论区踊跃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